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i巴拉 讀聖經 今天又是不講烈王記 講一個挺有趣的 topic 究竟聖經裡面 胃臭萬年的人當中 最悲慘的是誰呢 我想到有四個人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可以不認同 或者留言 Reply 你自己的看法 四個分別是新約裡面 邁耶穌的猶大 有陰謀論 甚至覺得 祂 assigned了一個task給祂 耶穌 assigned了去釘十架 祂 assigned了去出賣 因為聖經裡面一早預言 祂會被賣 還是什麼 既然是這樣的 很明顯 祂就把祂上台了 這個是其中一個 雖然這個純粹陰謀論 我覺得一來 賣主求榮的人 歷勢歷代都有 難道每個都是被 assigned了去出賣 二來就是 既然歷石歷代都有的時候 一個利賽亞 一個基督 而又富有這麼大的爭議 在祂生平死之前 復活了之後都有這麼多爭議 何況你生前呢 不阿龜的就賣你了 多難 這是其中一個 遺臭萬年 但有人覺得他同情他 甚至乎覺得他正義 第二個 一個新約人物都是 彼拉多 楊木谷出了一本書 《詩童聖經》也有講過 在《詩童聖經》裡面 講《聖父聖子聖靈》 居然提到另一個人物 就是彼拉多 除了馬利亞之外 同情女馬利亞感人而生之外 就是這個男性 不是藥室 而是彼拉多 因為他金盤洗手的同時 就是歷史人物裡面 一個比較重要的人 他親自定耶穌 釘十字架罪 雖然在後來其實 你看《詩童聖經》是投票決定的 當時進入法院裡面的人 就決定了耶穌的生死 但是金盤洗手的時候 居然被人在《詩童聖經》 數足這麼多年 好像他定死耶穌那樣 你說他是不是陰公諸 另外有兩個舊約的人物 我都覺得是陰公諸 一個就是蘇羅 作為以色列的王 但是整天都被人欺負的 他無論打了多少次仗 贏過的 但是人們只記得蘇羅殺千千 大衛殺萬萬 大衛也是很多艱任努力的事情 但是人們會永遠歌中仲德 覺得他是合神心意的人 又作詩 又怎樣怎樣愛主 反而蘇羅最後晚節不保地 背叛了神 交鬼 又經常處心積累 要殺大衛 一個暗黑的人物 如果真是這麼暗黑的時候 為何寶羅新約裏面 又會把自己的名字改為蘇羅 經常說我只是變敏之派的蘇羅 很明顯這個人物在猶太的歷史當中 應該不是這麼暗黑 反而都應該或多或少是一個民族英雄 哪怕那個英雄程度未必夠大 那麼厲害也好 然後另一個人物 我覺得是以素 剛剛聽完唐道 我不是要去討論唐道 究竟是對還是錯 我認同 只不過聽完唐道 我去思考這個人物 他就是阿伯羅來的兒子 阿伯羅來的兒子 阿伯羅來的兒子 以及利伯家兩個生的胎 當時生的胎兒子 在胎兒肚子一出來的時候 有一隻手伸出來 好像精子一樣 那個修生婆就來綁條帶 因為胎兒生的時候 要分析誰是大兒子 誰是小兒子 綁條帶的時候 突然伸進去 原來一出來那個是無神神的 這樣才是大哥 小兒子 每個都拼命 那個是小兒子 大哥就是以素無神神的 悲劇人物的主角 小兒子就是 青嶺白淨一點 或者白朱朱一點 沒有那麼無神神 你的胎兒有兩種 一種就是 就是似無似樣 Exactly一樣 只是家人才能分得到 甚至有時候分不到 他這種孖兒子 就是分得到 甚至是性格回憶 究竟是不是孖兒子 大兒子無神神 喜歡出去打獵 很勇武的一個人 小兒子 相對來說 我相信是比較文靜 應該都不是完全 完全是手無搏雞之力 如果不是他去到 他去拉班舅舅 看羊的時候 不會一個人可以推得動 那個石頭 來去餵羊群 拉結羊群 當然為了追求女生 會比較力大無窮 兩個人一起鬥 試想像 古時候 可能長子的名分 比較重要一點的時候 出生的時候 已經想揮手 之後 究竟花樂誰家 爸爸和媽媽 喜歡誰呢 看聖經的時候 你會發現 爸爸喜歡這個大兒子 可能是因為 恐怖有力 比較man power 同一時間 又會打野味 煮回來吃 我自己都很喜歡吃野味 接著 小兒子比較文靜 老母喜歡多一點 看羊 各方面 可能小兒子都會聰明一點 但是 就產生了一個問題 有一次 當以素打獵回來的時候 馬國後正的機會 在他最餓 發癲的時候 煮一碗紅湯 可能誘惑了他很久 味道香噴噴 吃不吃啊 然後 就說 如果你能夠賣了長子的名分給我的時候 我就來到他 給你一碗紅湯 於是 居然以素 蠢到小豬 就為了 為了 這碗紅湯 就來賣了長子的名分 至少 其實我會覺得 這件事 如果你一生都有紅湯喝 然後就賣了長子的名分 可能 都沒有那麼大的損失 究竟紅湯是代表 羅宋湯 還是 紅豆湯 可能是紅豆 原因是 因為以前 應該做羅宋湯的湯料 蕃茄 辣椒 都應該不會在 中東那裡有 到了大韓時代之後 才會出現 無論如何 以照希伯萊書 來嘲笑 或者警告 當時 希伯萊 讀者 那些信徒 要小心 你們 要分別為聖 歸主 要屬於神 一心一意向著他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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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數 為了一碗湯 出賣了長子的名分 到後來 這個父親 希望父親的心意轉回 都已經挽回不了 拒絕 來 把祝福 給他 所以 因為這件事情 就來 唱足他 千千萬萬的世代 覺得他 是一個 貪戀世俗 一個人物 要小心的 壞分子 但是 我自己想 究竟他 是不是真的 那麼差 其實我覺得 非常慘 很慘 首先 紅湯 被騙 長子的名分 你都可以 考慮 考慮 他自己 愚蠢 其實 我自己 每逢 下午的時候 放了工 然後 等吃飯 我都要吃橙 否則 口乾 都會變得 非常焦燥 這個都是我自己 我知道這件事 永遠會有橙 如果在那時候 Mini 要騙不騙 幫我買什麼 給他吃 可能我都會答應 好像二數 淡亂世俗 但是 如果你看真一點 那次之後 當他 要打野美 為了 他的老爸 覺得自己快要死 但還有幾十年命 其實很搞笑 他一百歲 就說 我快要死 我為你祝福 祝福完之後 我可能會叮蓋 在祝福之前 你給我一碗 野美 所以 以撒去打野美 其實 以撒 一百八十歲 才死 即是他有八十年命 他經常覺得自己會死 我真的認識 有些人 是這樣的心態 很搞笑 Anyway 於是以撒去打野美 雅各有機可乘 穿毛毛衣 假裝他大佬 但其實你都吃得出 你那個是梅花綠肉 或是羊肉 但是 以撒 居然吃不出 覺得那東西很好吃 就為了弟弟 來祝福 結果 回來的時候 以撒 就抱頭痛哭 求 這個老爸 來給他一個祝福 他 既然抱頭痛哭 即是說他在祝福 名份 祝福 不是 不祝福 這是第一點 很重要 第二點 就是 他介意祝福的時候 是否被棄絕 又不是 因為 老爸都照樣祝福他 而且祝福非常之 很奇怪 不單止 地土 天上 都有一定程度 有福氣 有好處 各方面 而且最後 到你 強壯的時候 可以振脫 你的兄弟 的壓 即是幫他 平反 你可以說 祝福沒有 亞國的祝福 那麼好 但是 不是 沒有祝福 Anyway 一會兒 我們先處理 希伯來 書 為何會這樣 來講的問題 但是 他是 He really doesn't care No He didn't care 另外 他的確 第一次 失去了 長子名份 你可以說 長子名份 是不是真的 這麼重要 一個長子名份 可以得雙份 身家遺產的時候 另一個 就是 紅湯 你又不是喝一輩子 沒什麼好處 為什麼這麼 假如 我要吃個橙 我才不會 燥底 但是 你簽個名 整副身家 沒有了 我不會這麼傻 我出去買 是不是 為什麼 這個議數會 這麼傻 首先 要知道 農家興社會 裡面 長子名份 分相分 而且 有個地土的時候 是最好處 是最好處 那個地 是永久地 屬於你 以及你的 子子孫孫 其他那幾房人 就拜拜 這個當然是重要 但是 在 雅各 以殺 以掃的時代 他就不是龍間社會 是 游牧的時代 當時候 其實 是長子 假如你是長子的話 在你長大成人之後 我會給少少的牛 羊 各方面 你就出去發展 你自己發展 然後 就剩下最大的 那副身家 其實 才是給 那個小子 所以 長子的名份 其實 在 游牧民族的社會 裡面 是沒有用的 是沒有用的 這個是 要去到 龍間社會 那時候 才是 要去到 尤牧民族 即是說 當摩西 帶領伊斯蘭 入了 加藍地之後 當然 不是摩西 是之後的 尤牧民族 那個名份 才有重要性 這個 需要 來去 了解 所以 以掃不是白癡得 那麼緊要 不在乎 那麼緊要 而 either 你就出去 要不就是留在那裡 承受 沒有長子名份 那個 才反而是最好 第二件事 其實 也有趣的 就是 究竟 你如果是 用年齡排序 就會很容易分到 誰是長子 誰是不長子 但是 在這個 案子裡面 是孖仔 其實 是不是應該要評分呢 如果是評分的時候 製造了另一件事 可能 可能 這個問題 是父母之間的偏心 造成了這個悲劇 反而 是更加接近 那個事實 當然 阿嬤 究竟 孖先生 出生 早幾秒 就下了所有東西 是不是一件好處的東西 這樣 就 值得 有另一個 題目去研究 這裏 就不去嘗試 去講太多了 跟著 跟著 當 他 長子名份 又沒有了 祝福又沒有了 當然 你自己都會火 因為第二次 很明顯是被人困 而他有哭訴 結果都是沒有用 這個也可能是 父親處理不當 其實說真的 祝福的東西 我真的可以說幾多都可以 等於 say thank you 你真是禮多人不怪 多幾個thank you 有什麼所謂 再加上 就是當時 很多時候 那個祝福 是不是真的 那麼 significant 如果神真的要祝福你的時候 如果老爸不祝福又如何 好像在聖經文數記裡面 巴蘭先知 嘗試去奏在以色列人 最後是失敗了 甚至乎換取更大 對以色列人的祝福 這個是一個其中的 幾重要的例子 值得來參考 還有就是 以訴 為什麼說他悲劇得來 其實是很可愛 而且是值得我們來尊重 甚至乎佩服 就是當他的兄弟雅各 就是騙完所有東西的時候 害怕他哥哥的火 就是來吃瓜 這次紅湯都沒有用 於是他就著草 走了去他舅舅那裏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蹲了 聖經沒有exactly說到幾年 究竟是八年左右 還是十四十五年左右 總之是一個非常非常長的時間 回流回來的時候 因為他在那邊蹲不行 總之他在哪裏蹲不行 他是逃跑的 這個人 回來的時候 就聽到以訴 帶著四百條馬仔 究竟那裡是馬仔 還是其他親朋戚友 不知道 總之下角很害怕 於是把禮物送去 原來以訴真的打算迎接他 不是去懲罰他 已經完全忘記了這件事 或者已經 不要說忘記了 已經原諒了他 甚至乎 兄弟 不如你和我一起來 還有一些禮物不用了 我已經有足夠了 因為其實 可能 他父親的財產 因為 雅國是長子 雅國是長子 所以 他在柔木民族的傳統中 他可能就成計了很多東西 但是同一時間 他自己走了去 就是 猶大爾南的地方 西爾山的地方 就是 樂業歸軍 而且 就是 創立了一番事業 都不差的 可見 這個以訴 他人的氣量 是非常之大 有些人 得罪了你的時候 你可能會生他一輩子 但這不是以訴 既然是這個人 但是 我們仍然都要唱衰他 一生一世 千世萬世 你說 他是否一個 比較可憐和悲劇的人物呢 現在 似乎 跟以訴 平反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究竟 聖經 嘗試表達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另一個角度 來看 或者 至少看創世紀的時候 當時的讀者 會怎樣看呢 要知道 摩西五經 當時的讀者 應該是 信奉猶太教的 以色列人 而且 就是 自從 大衛時代 或者 如果你當他 再遲些的誠書 由 秘魯歸 迴巴比倫的時代 開始 了解 以色列人歷史 列祖的事跡 的那些 以色列人 對他們來說 有什麼提醒 在當中呢 我自己會覺得 有幾樣 就是 長子名分 在龍間社會的重要性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你不立長子 或者 因為 有人 賣了長子名分 又或者 偷黑拐騙 騙取 祝福 各方面的時候 製造了 這個 家裏上面的 爭拗 這樣就醜了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確立了摩西五經 千萬千萬不要因為 任何種種的緣故 任何老母 覺得他怎樣怎樣都好 這樣 你就來亂了這個 在摩西五經 之下 在這個情況之下 千萬不要廢獎 如果不然 你會養殘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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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扶回一部分責任 甚至 以撒都要 食物的重要性 未必一定是長子名分 一個祝福 一個長子名分 現在不會馬上兌現的 承諾 各方面 甚至乎 是說到 猶太人自己 屬於神子民的身份 的約定 的重要性 看似是 inmaterial intangible 但是 你不要因為 一些物質上的東西 而失去 這也是希伯來書裡面 強調信徒的 教訓的重要性 這就是 以素也好 或者他父母 以撒也好 都來犯錯的 一個情況 另外更重要的 就是 其實我們看這些經文 不應該忽略了 雅各PK仔 那個做法 當他來偷騙拐騙的時候 他承受了自己 一個超級大的惡果 就是 他來著草走老 又被舅父欺騙 各方面的東西 這個是一定要記得 然後飄迫 回來 到那個時候 在加南地 又站不住腳 以至到 當遇到 一個饑荒的時候 整家舉家 去了埃及 然後 再一次 去奴役 他的後代 然後 漂流在抗的40年 然後搞了很多 大扣佛之後 才進回加南 當然他去埃及 某程度上 因為約失在那邊 變得很風風乾乾乾 既然是這樣 他又是哪個地方好 就會走老的 他自古以來 自小到大 都是這樣 千萬千萬不要學雅各 如果不是 就禍延幾代 而且 後來 後來 當兩個地方 都成為一個 大國民族 的時候 仍然有一些 爭拗 打仗 殺人 放火 互相 惡待 情況 這個可能 不可以 因為兄弟 當年 於是 過了幾百年 之後 互相打鬥 始終 畢竟 國與國之間的爭鬥 無論是 大家同族 都好 仍然有很多 頂足難輸的 一些原因 情況 過節 各方面 因槍壽報 各方面 所相同的地方 就是 到最後 去到 公元前 六世紀 大家都被 巴比倫 去滅國 而 後來 又能夠 歸回 歸回的 不止是由大族 以色列人 而且 以蘇 以東 的後代 同樣是歸回 讓他們重新建立 而根據歷史的考究 這些以東人 有不少的部分 最後在公元前兩世紀 歸入了猶太教 你可以說他們 也是聯合為一 最後 也不是一個 極度壞的結局 聖經 仍然 摒持著一貫的宗旨 無論是 譬如 俄巴底亞書 或者亞摩斯書 講到 以東人的 就座的時候 其實都是講到 如果你們 是這個 尋此相依的鄰國 或者之前 自古以來 有一個兄弟的感情 應該守望相助 亂合理 去對抗愛的 就不是狗咬狗骨 或者 當人家有難的時候 你自己在吃花生 所以 希伯來書 其實是一個 形容異議 來解釋 當你 去跟從神的時候 究竟你是 去專注於 長遠的 在神裡面的 掌賞 和持壽 還是短期 以照 就用了 以數 來做個例子 很可惜的時候 我們 不是專注於 希伯來書裡面 長與短的情況 但是 我們不斷 去踩 以數 讓他成為了一個 彷彿為臭萬年的人 但實際上 其實他有很多東西 那種 寬容 值得我們來學習的 而且 有另一面的 反面教材 雅各 更加值得我們來注意 今天分享到這裡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比利巴拿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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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